先看看股市的最新 这个长荣的目标价 现在到底要相信 哪一个法人讲的才是准呢 土洋对坐的态势已经出现了 本土投顾最高上看的是 长荣目标价371 但是外资的目标价 一加比一加来得低 汇丰证据喊到165 从去年一路畅衰的美银 最新报告目标价 跌破了三位数 只剩下89 现在投资人大喊说 这风向太乱了 怎么看都看不懂 货柜三雄股价表现疲软 虽然财报数字优于市场预期 但仍然没办法刺激股价 我们在获利表现上 也屡创新高了 那么对于金明两年的展望 我们是乐观看待 即使长荣董事长 亲自在股东会上报家音 不过市场上的看法 却很两极 最看好的是本土投顾 目标价371元 富邦投顾也维持买进平等189元 花旗环球120元 最看坏的就是美银证券 竟然跌破三位数 目标价最低89元 同一党股票却有两极的目标价 也让网友说都在乱喊吧 干脆喊20好了 89元就想吃货也太空 故意喊高是想出货吗 不过喊最低的美银周三却逆势买超 长荣一千四百三十八张 难道又是两面手法要来坑杀股市小白 买超至少上万张以上 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出手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只是买超数千张 那有可能只是一个比较大的中石户或是本土户 利用外资的账户来进出 尤其货柜三雄七月曾经出现超过40%的剧烈回荡 常常在七月六号站上新高价224元之后开始走跌 即便七月营收创新高 但仍然出现利多不涨的情况 这一波的货柜三雄反弹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小 大概就是在一个横盘的区间当中 而且是非常载幅的平台 所以在这个七月28号的这个低点是绝对不能跌破 全球缺船缺贵的状况 没有缓解 但运价高涨不会是长期状况 提醒投资人还是要小心操作 三立新闻 于城湖吕培军 台北采访报道